今天晚上我能够促成 今天晚上这样的一场活动 我们要首先要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的这个赞助商 一家75年历史的这个家电企业 非常感恩 那我们也要感谢 就是我们的协办单位 马来西亚 台湾教育文化协会 再来呢 我们也要感谢 就是我们的这个媒体支持 我们有The Interview 访问网 以及梦翔中学 那再要感谢的是 我们的就是ProjectEd 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听到 很多次的ProjectEd 感谢ProjectEd的支持 还有要感谢 就是全国多所独钟 国中华中呢 跟我们一起来联合直播 让今天晚上的这个分享呢 能够广播到更多的人的心中 尤其是在现在 这样的一个疫情吃紧的一个期间 那这三天 我们从7000到6000到5000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希望就是大家还是能够 在这个逆风之中啊 我们一起来同心协力 那今天晚上呢 真的很高兴 我们在逆风之中 有一个赶飞的朋友 房家聚先生 来跟我们做分享 马上呢 我们要请出 在这个幕后啊 特别特别 用了很多心思来策划 今天晚上也是主持人 因为他带了他的7个好朋友 来我们这样子一场 这样的一个逆风赶飞 线上自信课 所以我马上请出幕后这个策划人 以及今晚上的主持人 卢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朋友黄家俊先生一起出场 有请两位 好 那我就先开始了 好 我认识黄家俊 差不多有接近两年的时间 这一位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朋友 可是呢 他的脑子里面呢 装满着无限的创意 三年前黄家俊呢 因为一句话而成立了Project Act 这个NGO组织的发起人 然后这个组织本身呢 是由大学生自主的发起来为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服务的 好特别 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 黄家俊先生呢 在英国呢 大学毕业以前 就获得了这个 戴安娜奖 那戴安娜奖 是取名于 戴安娜王妃 是一个专为英国青年而设立的奖项 那他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当然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荣耀 那而这奖项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审核标准呢 那我上晚查了一下 基本上呢 是给9到25岁的年轻人 在社会上持续的工作服务 满一年以上 才能够获得提名 而提名者本身呢 不能跟他有直接的亲属关系 那所有的提名呢 都必须符合这五项要求 就是有眼见 OK 对社会有影响力 到底对社会有影响力 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就是它是一个正面正向的 让更多人从中社会 那你的社团呢 才会被提名 你的才会被看到 那97年发起呢 就是由上到下的里面的工作团队呢 都是年轻人 然后在为年轻人的这个世代而服务的 那服务的历程方面呢 当然是希望 这个创办人也好 或者是服务他人的也好 能够从中呢 蜕变出来 那在这个组织里面呢 需要激发他人 要正向正能量 成为别人的榜样 OK 那这个奖本身呢 马来西亚人 有多少人获得呢 从2014年到2020年呢 有五位马来西亚获奖人 那他们来自哪一个领域呢 是来自于教育跟环保领域 OK 我不说了这么多 那我应该要把Nelson请出来 就是说Nelson 请问一下 你获得这个奖以后 有没有什么任务 是你要一定要去旅行的呢 谢谢卢老师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奖项没有说 你拿到这个奖项过后 你一定要为 在某个领域贡献多少你之类的 可是 对我来讲 自己本身的话 我是非常注重教育 我对教育非常有兴趣 而我希望我可以自己在 教育这个领域继续努力 继续为此做出一些贡献吧 对 好 谢谢 那我想问 你那么年轻 就被社会给关注 你是怎么样看待自己 你看到吗 我帮你设计了一个 像superhero的Nelson 那你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 对啊 我觉得 对这个superhero 讲个分享个小故事吧 就是 在小的时候 我就跟我父母讲 我长大过后 想要做superhero 对 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觉得 那个时候你太小了吧 我要去帮助别人 可是到现在想了想 我好像现在正在旅行着 我之前想要做的东西 就是成为一个superhero 为社会做出一些服务 而这个越大 我的服务 那个世界的广角 可以越做越大 这是我非常想看到的 就 我会继续想要做 自己的superhero 帮助更多人 真的是很伟大的梦想 OK 我们来了解一下 堂堂看你的大学生涯的规划 因为你是去年才刚刚毕业的 然后大家一定对你很有所期望 想了解你一下 你的大学生涯是怎么样规划的呢 好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我觉得从小我就 大致上都懂我非常 想要读的科系 就是航空工程师 因为我想要的就是了解飞机 我对飞机非常有兴趣 就想要了解飞机之类的东西 所以也理所当然的 我就努力把考 就非常荣幸的得到奖学金 让我可以去到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就是南安普顿大学在英国 就读这个航空工程系 对 然后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右边这个图啊 就是那时候我最后一年 第四年大事的时候的一个project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这个drone 就是无人机啊 为了 因为在英国 在Southampton那边有一个道 然后非常难到达 那边的道 那边的人呢 医院啊 如果要送一些医疗的 一些医疗的那些 器材跟supply的话 非常困难 所以 我们就做了这个无人机 得到了一些 得到了一些怎么说 就是一些资助吧 就是让我们做这个无人机 然后运送这些 让他可以继续飞 为那边的人民服务 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在 还没有到英国之前 你是本地 中学毕业吗 中学毕业以后就马上接上去吗 我在 我也是 我来自笨真嘛 所以我就 读的 就是 郭明星 SMK 然后读了 FORM5 毕业 成绩不错 得到了 JPA的奖学金 让我去 读A-level 所以我在 KL读了A-level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也是第一次让我看到世界 就是从一个小干凤 跑到一个大城市 然后就看到 哇 全部人都这样 这样厉害 然后很competitive 就很有竞争力吧 然后 我 怎么说 一来很怕 可是二来非常享受 看我怎么样 可以再继续进步 对 从那里 然后在 A-level 毕业过后 两年在马来西亚 读 South Hampton 然后两年去英国 OK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去年我跟你联系的时候 那时候你刚刚才大学毕业 然后呢 我很好奇 因为我都以为你会在英国工作 为什么你一毕业 就会回来马来西亚工作 然后呢 你目前从事的工作 和这个工作是你理想的职业吗 为什么我会回来 马来西亚就业吧 其实第一个原因就是我 发现到马来西亚 其实有很大的潜能 或者是说 South East Asia 就是东南亚这地方 非常大的潜能 然后我也想继续 对社会这个 社会服务 这个领域那边有所贡献 特别就是教育 所以我想回来马来西亚 看看有什么机会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 我非常荣幸得到奖学金嘛 然后我也必须要 完成我的那个 bond 所以我需要 还回给我的那个 sponsor 让我 让我去读大学的sponsor 所以我必须帮他们 做四年工 然后我现在就任于 Kazana National 就是我们的国库控股 然后我现在担任的是 投资分析师 这个是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 我理想中的职业 我觉得 不是 我非常希望我 能尽快地回到 家喻这个岗位上 这个领域上 可是我对我现在的 工作吧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环境 让我可以学到 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 skills 不同的技能 就比如我现在 投资分析师 我需要了解的 就是很多 到底公司 是怎样运作的 到底这个公司的 business model 是怎样 到底这样子的公司 会不会赚钱 之类之类的 会不会长久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挑战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研究 需要去了解 还有一些 在law之类之类 很多很多 很多operation上的 一些问题吧 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 所以我觉得 对我以后的发展 也会非常有帮助 很好 那 想问一下 你这么年轻 你有这么多的idea 你会害怕失败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问题 我觉得失败当然 一开始当然可怕 可是当 有充分的准备吧 或者是怎么说 就是你有一个 我们不可以马上 不知道 所以反正就直接跳进去 你不知道那个是湖 还是大海 还是一个河 还是其实就是一滩泥水 你要需要在充足了解 自己以及大环境的情况下 去尝试 就算失败了 你也不会后悔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踏出那一步 就算跌倒失败 你也是向前跌的 对 好 想问一下 以你的个性 你是怎么样 吸引一批身边的朋友 来一起支持你 来搞这个project ad的 我的个性 我觉得就是我非常的开朗 活泼 很喜欢跟人家打打闹闹 很喜欢一群朋友出来玩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性格 在某种程度上 让我很容易交到朋友 然后朋友也会非常的信任我 因为就像一个一群朋友 一个团体这样子 所以这都是这几个性格造就了 我有办法在project ad上 召到很多朋友 然后还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其实 在创立project ad吧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想 就是一个怎么说 就是一个 growth mindset吧 就是成长的一个思想 让大家知道 原来Nelson 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是玩玩 你真的是有构思 你真的是有想法 你真的是要去做 就算失败了 我支持你 我们的人生也很精彩 就是如果你想象一下 好一个人生 就只是一个开心 每天每天开心 开心开心 到最后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个人觉得 很多时候 失败的故事更好玩 对 然后不同不同 刺激的 开心的 失败的 伤心的 这些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当这些全部 整合起来的时候 你想回去 我觉得我人生 会过得特别的精彩 第二个点吧 我觉得 就是令我们的害怕 会不会害怕失败 我觉得我还年轻吧 就是我觉得年轻 就是大程度上 是一个本钱 让你去了解 让你去发掘 这个世界 世界这么大 我们有的是时间 就算失败了 怎么样呢 我们只要努力 去了解 我觉得失败吧 我们都会学到东西的 然后时间让我们 去了解到 我们到底喜欢什么 我们到底 对什么有感兴趣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 在年轻的时候 像大家都 都非常的年轻 如果可以趁早 去发掘 去看看世界 去研究研究一下 这些你有兴趣的课题 那会非常的不错 然后还有第三个点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信任 信任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感情情感 最重要建立 都是建立在信任 这两个字 当这个信任破裂的 很大程度上 都没有办法再复活 我个人认为 所以我觉得信任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我在跟朋友 一起做project S 我们非常的 我们需要做出 非常负责任 我们对我们的 捐钱的 爸爸妈妈 或者是学生 或者是机构 我们都非常负责任 让我们知道 到底多少钱 来做什么 然后对我们的 我们讲学金得主 对我们的 我们的volunteer 我们全部都要负责任 到底我们做什么 到底我们 怎么要让你可以成长 之类之类 所以就算这个 我这个 这个NGO是一个 我们不赚钱的 我们也没有薪水 可是 对我来讲 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 我建立了 我自己的一个 Network 我建立了 我自己 学会了很多 不同的技能 为了我以后 做工都有 非常的好的帮助 OK 好 那想问一下 你觉得说 你也是从中学生 大马的中学生 走出国际的 你觉得说 现在大马的中学生方面 他们的困境是什么 我觉得有三大点 第一个点 我觉得就是 经济上的负担 当你们 当学生 中学要跨进大学 或者是 寻找自己方向的时候 那个觉得 就是最迷茫的 很多程度 很大程度上 其中一个 很大的原因 就是经济负担 就是家里 或者是自己 有没有办法 可以去读到大学 还是 我会不会因为 要帮助家里 赚钱 养家 而不可以上大学 之类的 这些都是 经济负担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点 就是 很多学生 不了解 到底有什么途径 我想读 航空工程系 可是到底 要怎样上到那边 到底有什么 学校有这个科系 到底 航空工程系做什么的 之类的东西 就是我们需要去了 很多学生都不了解 这个东西 然后第三个点 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 到SBM完了 我要做什么 我不懂 我就跟我朋友 很多 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 我们必要 跟朋友 朋友 都 我们也去 都 对 就很大程度上 需要去了解 到底自己 想要什么 就算你没有100% 知道自己要什么 至少你要一个方向 就一个 不会让你后悔的方向 对 OK 很好 那今天的主题呢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 因为我们好像在问 你怎么样解读 这个胖逆 因为很多人都说 胖逆是不好的呀 父母最怕的 就是孩子之间的 他太胖逆 那偏偏我们今天的主题 叫做仿施 年轻人 应该要有的胖逆 那请问一下 你怎么诠释 这个胖逆 这两个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胖逆这两个字 在很多人眼里 都是一个贬义词吧 对我来讲 胖逆 其实有一些 很positive 褒义的一个点 我觉得 胖逆吧 就是在你足够了解自己 和环境 自己的环境 周围的环境的情况下 对你自己的理想生活 及方向 做付出责任 去实行 去做 然后努力的去创造 你想要的那个生活 跟方向 原来 原来胖逆也没有好的 那我一直在思考着 当初我们定下了 这个部分 我们很担心的就是 父母怎么样看待 老师怎么看待 当然对孩子而言 他又认为说 胖逆是 好玩的 OK 年轻人 该有的 叛逆 那好 现在我想把时间呢 交给你 来跟大家讲一下 你是怎么样 从一个家庭里面成长 一直到你现在 这个25岁 你中间已经做了 好多好多 我觉得 是两三个大学生 一直努力地追赶 而你只是一个大学生 你已经完成了 人生中有好多好多的 阶段的东西 那我现在 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交给 Melson 黄家俊 来分享 好 谢谢 谢谢卢老师 谢谢大家的到来 我觉得整个故事吧 一开始 应该就是要从我小时候 开始讲起 就我出生的地方 我是来自 笨真 柔佛笨真的 一个小渔村吧 对 如果不知道笨真 就是我们非常靠近新加坡 然后我们是一个小渔港 然后很大 很大部分的 住在那里的人嘛 都是 以捕鱼为生 我的父母不是 至少 我的父母是 我爸爸是一个 怎么说 我爸爸是一个工厂的一个 manager吧 就是专门看一工厂 到底是怎样怎样 我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 对 当我一出生的时候 妈妈就没有做工了 为什么 因为还要照顾我 然后 非常伟大 非常感恩 然后 我是家里的独子 然后唯一一个孩子 所以 我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感恩 就是 我在从小的时候吧 家人非常的照顾我 给我很大的 爱 很大的 因为我想要 怎么说 就是他们会 最好的东西给我 对 像我们亚洲家庭 很多时候都是 我们不会 我们会把我们觉得 最好的东西 给孩子吧 不可以说家人不好 不错 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过过这个人生 他们比我们更了解 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在从小的时候 我就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学了钢琴 我学钢琴的故事 非常好玩 就是 我四五岁 记得是四五岁吧 五岁的时候 对 我妈妈 我生日那天 我妈妈就问我 你生日要不要拿钢琴 这个生日礼物啊 你五岁的时候 你当然就是讲 要要要要 要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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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 要要 结果就是 换来的就是我 五岁到十几岁 我就要学钢琴 因为 因为我买了家里 买了架钢琴 妈妈就骗我说 你买了钢琴 一定要学完 所以我就从小 慢慢慢慢学到 最后拿了一个纳络 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就拿了一个纳络 回来 所以就非常好玩 然后我学了 为什么我妈妈妈妈妈妈 觉得我一直乱乱跳 乱乱蹦乱跳 所以 他们就 带我去学 去跆拳道 然后我也磨磨懂懂的 好玩的 学学学 学到那 学到黑带去 蛮不错的 蛮好玩的 然后 怎么说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真的 心甘情愿的去学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不是 就 很多时候都是 爸爸妈妈妈 半逼半推的去 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 我家庭的教育 总的来说是蛮好玩的 我也有很多机会的去 接触大自然 我从小就可以抓鱼 因为是小鱼村 去抓鱼 去钓鱼 去抓金蜘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那种蜘蛛会打架的 然后我在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就 养了很多 打架鱼 然后拿去卖给我的学生 朋友 因为他们特别喜欢 所以这是我以前从小到大 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 成绩方面OK吧 就不赖 然后非常顺利的上到中学 然后中学的事 我觉得 讲到这个就是 我不是天才 就是 我非常适应 我觉得我是非常适应 这个应有的教育系统 怎么说呢 像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 就是考试 很多程度上 就是一个考试 定你的江山 就好像STM 你年尾那个考试 每年年尾就是分班 我妈妈跟我说 我一定 我应该要去第一班 我也答应我爸爸妈妈 OK 我一定会去第一班 然后怎么样呢 每次考试 我都是第一班的最后一名 所以我每次都可以留在第一班 所以我非常 我很庆幸的 我很了解这个 这个系统上面的 bug 我可以 hack这个系统 所以我每次都留在第一班 然后 然后我 在考试 PM SPM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 就是我的记忆力不错 所以对了考试 我也非常OK 努力去练习 每次到考试的时候 我会努力 真的放心去练习 做练习 做练习 我们知道嘛 在PM SPM 很多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了解那个东西 我们做足够的练习 考试成绩 一定不会太差 因为那个成绩 那个问题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样 所以你只要做完 做两遍 做三遍 就不会太差吧 我觉得那时候 我就OK 我就努力做 努力做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不是那天才 我只是比较适应这个 应现有的教育系统 对 然后 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 其实度过还蛮开心 然后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 当我大学 我看到了 不一样 就当我去到 外国的时候 我看到了 马来西亚跟外国外教育的 分享 现在跟大家 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 我非常喜欢 飞机嘛 然后 我对飞机 蛮不错的 就有好感 想要学更多 到底是 飞机是怎样 构造啊 火箭是怎样构造的 可是 我去到外国才知道 那个喜欢 跟那个热忱 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我一个朋友 当飞机经过的时候 他可以跟我讲 那叫是什么 型号的飞机 engine是什么 所以 我看到 外国外 很多学生都 知道自己要什么 到底真正 真真真真真 喜欢什么 然后 真正的可以 追求他们的热忱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我发现到 哇 原来 天外有天啊 对 然后 对 然后我们在 所以我回到来 想想一下 真的是 比起我以前 所以我会发现到 我真的不是 天才啊 然后我只是一个 比较适应 现在的教育系统 然后考试 你给我考试 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我很努力 放心下去 读 所以就这样 对 所以对我来讲 我自认 我不是天才 我会 我是足够努力 足够去了解 现在的教育系统 怎样可以达到 好成绩 然后到达 这种所谓的 好学生 对 然后 我 在跟大家分享 多一个小故事 就是 一个东西 对在我人生中 非常的 重要 那就是篮球 对 我小时候 是比较一个 内向的 小孩吧 就家里 自己一个人 然后 很大时候 我都不会 跟 因为对我来讲 父母就是 稍微比我高一点 所以我很多东西 都不敢跟我父母讲 然后我就比较内向 可是篮球改变了我 为什么呢 因为 当我接触篮球队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 我需要跟队友沟通 尤其我打的位置是后卫 所以我非常需要跟朋友沟通 我了解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团队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一群兄弟啊 跟教练啊 之类的 那个好玩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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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心态 所以我就改变了我一点 就让我现在比较外向 然后我也比较敢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 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我是一个 很开朗活泼 很喜欢召一群朋友 一起出去玩 对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篮球吧 让我很 舒服的可以在 我相信的朋友里面 一群 团队 或者是兄弟吧 里面做出 让我有一个外向的这个表现 对 然后 可是 篮球嘛 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啊 就是 当我打球 打到 from 4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就 有幸 因为我比较高 然后 有非常专心的在打球 有兴趣嘛 然后 打到 当我在代表周队 打国庆的时候 就是 意外的 断了脚 因为一当比赛的时候 给人家踩到 然后 受伤啊 然后我需要在 那个 拿拐杖拿半年 做轮与 做半年 才不会整个修养 然后 让我一发现到 啊 我感觉 我好像打不了 篮球 打不了经济篮球了 然后 我第一个反思吧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 怎么办 我现在人生目标 要去哪里 然后 发现到 其实 我读书 也不会太差吧 那我就 现在 身为学生 我觉得我就 好好的把书读好 上大学 然后 可以 因为我父母 也没上过大学嘛 所以 我想让我的 整个家庭 有一个 算是一个 骄傲 这样子 所以 在那个时候 我就下定决心 我要努力的 读书 这样子 我就可以 上大学 然后 我就努力 努力读书啊 然后 OK 非常荣幸的 GPA SPM的时候 考到不错的成绩 然后就有保送 去让我去读A-levels 然后 有一个小故事分享 就是我在 小肝凤嘛 然后 然后 我现在就是 我根本不知道 MJPA有这个奖学金了 直到有一天 他寄来那个 他寄来那个 奖学金的那个 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 因为我也没有申请 这个东西 不需要申请的 那时候 我就 这是什么 是骗人的 那时候我还跟我 爸爸妈妈讲 妈 你看我拿到 这个奖学金哦 然后我们还觉得 这个是骗人的 然后我就上网 找了找 我才知道 真的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 接下来 这个也 另一回 我像刚刚跟大家分享 在SBL过后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其中一个大问题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 有这些信息 有这些奖学金的存在 所以我就 顺理成章的上了A-levels 我在KL读 Taylor's College 看来 国际学校 读我的那个A-levels 读完了 然后在读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以为我非常有自信 那时候拿了不错成绩 拿奖学金 然后 然后我可以 像以前这样子 hack我的教育系统 可以努力 最后一个月这样努力 然后考试 又可以考好成绩 然后结果我发现到 因为我太 怎么说 就是太骄傲吧 可能在那个时候 年轻气盛 就太骄傲 碰壁了 为什么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时候 我考的成绩 不是我理想中那么好 对 我想的更好一点 可是我没考到 然后我非常的伤心 然后伤心 那时候我就觉得 第二个反思来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 到底我身为一个学生 身为一个讲学经德 主在那个时候 还有身为一个孩子 我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 我有没有 应尽我最大的责任 把我的书读好 把我应做的东西读好 在想那个时候 我连金钱都不用 烦恼 因为每个月 他都会给我一些 奖励金 就是 虽然我可以 吃喝都蛮足够的 我住也不用担心 那我的责任是什么 那个时候 我还有什么好想 对吗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到底身为一个 现在这样子 到底是什么责任 然后就 非常的伤心 决定努力 再把我的 成绩 把我在学业上 搞好 身为一个学生 然后再接下去吧 就是 我就想了想 到时候我要上大学 然后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 因为我身为我 我觉得我上完大学了 然后大家就是 现在差不多 就是要去大学 这个年纪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怎么看大学 这个东西 然后第一个点就是 大家第一个问题 SPM的时候 或者是 因为到高考考完了 就是要上大学 这个年纪 你会问 到底有没有必要上大学 是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 自媒体这个年代 很多人就做YouTuber 很多人做微商 之类的 我赚了钱 比我上大学 可能读出来 赚了更多 这样为什么 我还要上大学 是吗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 我个人的认知 个人的了解 是 上大学 其实不是为了要赚钱 为了以后 那个文凭 可以让你去赚钱 而是你在 那个某个领域上 你的知识 你想要去追求 对吗 然后那个东西 就是我非常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怎么说 就是 如果我要上大学 我是不是早 应该知道 了解自己先 了解自己 想要读什么 这样子我才可以知道 我可以去 有什么东西 是我有想要了解的 我有什么知识 是我想了解 然后去追求那个知识 而不是追求过后的 那个金钱 对 所以 怎么了解自己呢 跟大家分享 三个点 第一个 就是兴趣 到底你喜欢什么东西 有一些人 喜欢手动的东西 做engineering 做一些project 这些都是我 这是对我来讲 这是我以前小时候 非常喜欢 我喜欢做lego 我喜欢玩魔术方块 之类的 这是我的兴趣 然后 你可以问你自己 到底我闲暇的时候 我做什么 会让我开心 我有什么兴趣 然后第二个 你可以问自己的 就是我 现在的个性 我个人的个性 是怎样 对 很多时候 一些工作 一些科系 需要特定的个性 就好像engineering 其实不是读 读字的东西 是一个团体的东西 它需要一个 一群 很可以互相合作的人 去做的 然后第三个 相当了解的 就是你自己的价值 到底我读这个科系 我可以 我以后想要做出的价值 是什么 对 这样这三 到底我可以为 我的社区 我可以为我自己 为我的家人 创造什么价值 所以首先第一 就是要了解自己 然后接下去的 就是第二的话 就是 你需要了解的 就是 三个 就是了解自己 三个点 兴趣 个性 价值 然后我们接下去的话 就是 我们需要了解科系 怎么说呢 到底什么科系 你需要懂的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科系五花八门 什么东东科系都有 航空工程系 psychology 工商管理 自媒体 之类之类的 很多很多的科系 所以当你了解了自己过后 有没有可以锁定一些科系 然后在你了解科系的时候 有什么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 大多数个人认知的 就是我想懂一个科系好不好 我想要读什么科系 我就去问那个学校的 那个 什么说 就是那个counselor 就是那些辅导员 他们会跟你分享 到底这是科系什么 可是 其实有几个简单的问题 你可以问他们 就是到底有什么 你可以问 有没有一些师兄师姐 在读这个科系的 我可不可以跟他们联络 为什么呢 因为从师兄师姐 这些年纪 在读这个学生 你就可以了解到 到底这个科系是怎样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给你的那个browser 给你那张纸 写的东西都很 很大的 很多细节你都不知道的 直到你问了那些 跟你学师兄师姐 沟通了 过后你才知道 然后还有一些 第二个 第二个很好的技巧 就是你可以问 已经毕业了 读了那个科系 已经毕业了 在那边工作 在什么领域工作 你可以了解到 然后可以去问他们 到底你读了这个科系 你可以做什么工 之类之类的 这样子你就可以 更了解到 这整个东西 所以我跟你分享 一个小故事吧 那时候我想要读 航空工程系的时候 非常荣幸 我爸爸妈妈也知道 这个 在我们小关锋 没有什么人读 然后非常的 感恩 就是有一个 一个狗狗 他读了这个科系 那时候跑去新加坡读 他毕业了的 那时候 他毕业 刚刚毕业的那时候 所以我爸爸妈妈 认识他的爸爸妈妈 我们就 爸爸妈妈就特地带我 去找他 去了解 去沟通 去了解到底 这个是什么科系 航空工程 到底是读什么东西 读什么东西 是不是 到时候 所以我就 了解了 我就有兴趣 我觉得 我就越来越有兴趣 所以我就继续 这个科系 对 然后接下去 第三个东西 我们需要了解到的 就是 到底什么 学校吧 有什么学校 因为不同学校 不同的环境 可以让你在不同的领域 所以到底 哪个学校 是哪个科系 好 所以你就要了解 对 然后 其实总的来说 跟大家 一个 就是上大学 其实是一种途径 让你去吸收知识 就像 我们 另外刚刚我们所讲的 就是那个点 就是 到底 问那个问题 到底 有没有必要上大学 其实 对我来讲 上大学是其中一种途径 让你去设计知识 还有些人 他们想要设计知识 固有的大学 没有啊 所以他们就去创业 他们就去做 不同不同的领域 打工 从那边学习 也是吸收知识啊 可是是以不同的角度去 所以 我觉得 这个是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那个知识 所以我个人认为 人嘛 应该对不同的知识 感兴趣 你不需要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可是 你需要 对不同的知识 抱有兴趣 不可以说 我Sajara 真的是 看到Sajara 不要啦 不要啦 看到历史 不要读啦 我没有兴趣 以后也没有用 但是你没有办法 从Sajara那边 找出一些 好玩的东西 啊 那个 你可以 当你还没有开始 尝试去找的时候 你不可以下定论说 你没有兴趣 很多东西都是 当你开始踏进去 你才发现到 是不是有兴趣 就好像 那时候我记得 我有非常 非常好玩的 就是我去 我去滑雪 那时候在英国的时候 我就跑去反国 有这个荣幸 跑去反国滑雪 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 滑雪这个东西 不好玩啦 一直跌倒了 哪里好玩 然后 我最后 我朋友 说服了我 说服了我 让我去 我就跟着 哎呀 去咯 去咯 跟朋友一起去玩 结果 一个的星期 我去那边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过后 我跟我朋友讲 下次要去啊 我们再去 因为我发现到 滑雪的好玩之处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不同感兴趣的地方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需要懂的 然后第三个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当我 我非常有荣幸的 就是可以 见证了在本地留学 跟在国外留学的 不同吧 就我都 experience都尝试到了 不同 这两个 这两个 不同的环境 所以我在马来西亚 待了两年 就是待了 在上大学上了两年 然后再转去外国 然后我也非常荣幸 就在英国待了一年半 然后也在法国跟美国 在法国待了半年 跟有机会 就一直 有机会去了几次美国 上交换生 我觉得几个点 第一个点 就是opportunity的可塑性 就是那个机会的可塑性 就在 让我看到的 就是 哇 在外国 太多机会了 很多机会 都是你可以 伸手就可以抓到的 是你要不要去抓 而在马来西亚呢 虽然有这个机会 可是他们都是在隐藏着的 所以你需要怎么样呢 你需要去挖出来 你需要用你的力 你需要去找你的朋友 需要去找你的network 公司 去了解到底有什么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那时候我就 在外国的时候 我就 哇 大开眼界 然后非常的 享受 那个环境 一直去抓 一直去抓 然后 去抓不同的机会 然后 这个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左边那个照片 就是我跟朋友 那时候在做一个project的时候 我们在lab里面 然后右边呢 就是我做那个无人机的 那个project的团队 然后那时候我们要毕业了 然后我已经回来马来西亚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毕业 毕业仪式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那个照片 批了这个图 然后 这样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就读 也不代表你没有机会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在这个 internet普及化的时代 机会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去挖 怎么挖呢 你可以不可以去问你的朋友 可以不可以去问你的 senior 他们已经在读证 到底有什么机会 比如 好像有一些platform叫linkedin 到底可以不可以找一找 到底有什么机会 有什么opportunity 交换生的机会 之类之类的 这些都是可以自己去创造 而怎样去创造呢 第一步 也是唯一的一步 就是要踏出去 要相信自己 你可以找得到 然后真的是踏出那一步去找 对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下一半 为什么 这就令到我为什么会 创造project ad 就是也是因为一句话 就是 像我应该 大家都看到那个宣传编那边说的 就是 the scholarship is given through you not to you 这句话是 我那时候拿到奖学金的时候 拿到Yaisen Kazana奖学金的时候 我的那个 怎么说 就是那个奖学金的那个 团队 他们的那个 organizer 他们说的一句话 他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在那个颁奖典礼上 跟我们说的那句话 这句话对我来讲 哇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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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那时候 你才 要上大学 哇 这个东西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们本来就是 普及 大家懂的东西就是 奖学金就是你给我 我就拿 我每个月都有 一笔钱 可以领啊 然后我就拿去花 吃啊 我专心上大学就好 可是那句 through you 就奖学金是通过你 为给这个社会 而不是给你 哇 这个东西 就给我了一个反思啊 第三个反思就是我 身为一个大学生 身为一个奖学金得主的使命 啊 然后我们就创造了一个 这个东西叫project 为什么呢 那时候很好玩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发现到 我每个月的那个 allowance啊 都用不完 每个月我 我就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慷慨 他们给了奖学金 我都用不完啊 我就想 那我为什么 但我为什么不要 把我的奖学金捐出一部分 所以我就找了一堆朋友 我们就把 每个月四十五零级捐出来 创造一个奖学金的那个 基金 所以这就是project的出行嘛 就是project就是一个 非营利组织 学生 学生 学生营运的非营利组织 然后我们给学生奖学金 那奖学金怎么来呢 很大程度上就是 也是学生 每个月捐出了一笔钱 然后我们还有 做workshop 做一些 一些workshop 让大家更了解 SPM过后 怎么样上大学 有什么途径 所以 可是我们发现到 很多问题 那时候就是 人家会以为 我们是不是三分钟热度 信任之类的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酸甜苦辣吧 就是 右边这五个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五人团 对吧 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 我们非常相信这个mission 就是 we are on the mission to end Education inequality in Malaysia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任务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 不公平的这个教育机会 公平化 然后我们就 这些就是我们那时候去 做一个workshop 然后这个workshop呢 那时候我们是在沙巴 做了沙巴的神坡 我们怎样去到这个学校 非常好玩 我们需要坐 我们需要坐船 半个小时的船 再坐20分钟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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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么 就是那种 high lux 然后 去到那个学校里面 然后 那学校的学生 非常的听话 非常的感恩 我们原定三个小时的 那个活动 变成四个小时 为什么 一个小时是 每个学生给我们 Salam 他们就一个一个 给我们Salam 我们那边有70多个学生 每个人就给我们 谢谢谢谢 一开始都谢谢 最后的时候 也谢谢 那个时候就让我们觉得 我们做的这个东西 非常的值得 因为 学生感恩 学生感激 学生了解到了 不同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辛苦 我们的东西都 换成了 很好的果实 对 然后我们接下去看的话 就是 当我们ProjectEd 我们也有 给奖学金 然后 我跟大家分享 多一个小故事 那时候就是 我们可以讲学金的时候 第一个 左边看到那个学生 那个 马来女生 她是我们第一位 奖学金得主 然后 她的小故事 是这样的 她 读着 TESOL Teaching English 就是教英文 想要做英文老师 然后 那个时候 她读了一年的书 然后她 辍学了 辍学两年 为什么呢 她的计划是辍学两年 为什么呢 因为她想要 她想要的是 存够学费 存够生活费 让她能继续 去继续读 第二第三年 然后我们非常荣幸 在第一年的时候 在她辍学一年过后 我们找到了她 然后我们发现到 哇这个女生 如果我们没有资助 没有帮助她的话 是一个 浪费天资啊 因为 这女生真的太棒了 她 她非常努力 她也会 就是在闲暇的时候 不只是 在科业上的努力 她也为社会 做出了一份贡献 就是 她会 因为她读着 TESOL 就是 关于英文的 所以她 她会怎样 帮助她的社区呢 就是她 一 她会每个星期 都会写出一期 一些grammar的要点啊 之类的 让大家知道 英文是怎样怎样 让英文 学习英文更简单 然后第二个点 她会有 教人家怎样 口语化 讲英文啊 让人家进步英文 所以这个东西 她利用她 有所有的 那个资源 创造出 帮助 一些 她的社群 这是我们发现到 跟我们的理念 非常的相似 完全就符合 我们的理念 所以我们 听了她的故事过后 我们只可以说 yes 我们一定要帮助你 所以非常荣幸的 她在去年也毕业了 然后现在也开始 工作 也开始为我们的 马来西亚付出贡献 她也会定时帮 project ad 然后另外一边 右边的小 右边的这个 就是我们 第三年的时候 所翻发的 那个奖学金 然后我们现在 你看从 五个人跟一个学生 到现在 我们第三年的时候 就有五个学生 跟他们的家里面 你看到那个差别吗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慢慢地扩大 非常荣幸 然后现在跟大家分享的 自信养成之路吧 非常好玩 如果我们去 看一下 如果怎么说 自信这个养成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都是 在足够了解自己 自己喜欢什么 自己的大方向 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有 你想要的那个 自信跑出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英国到法国 在美国 三个国家的 上大学啊 和学生交流计划 的一些成长 成长跟发现 那时候我在英国 是待了一年半 然后在法国待了半年 然后在美国 待了几个月吧 对 然后第一个点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视野上的 和思想上的提升 跟扩展 因为我看的东西 因为我去了 很荣幸的 去了不同的国家 跟不同的人沟通 了解 让我发现到 原来世界这么的大 教育在马来西亚 教育在非洲 跟教育在英国 是不一样的 在马来西亚 我们讲的是 我们的考试制度啊 我们的 你现在每个学生 没有机会上大学啊 之类的 我们想 可是在非洲 很多我的朋友 有跟我说的就是 他们的基本的水啊 那些都没有 谈什么教育 对吗 然后在英国的 就是教育的是 怎样的教育啊 我们应该要 Joy-based learning 就是我们要玩的教育啊 之类的 就你可以发现到 在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教育的问题啊 然后这让我 扩展了我的视野 跟我的那个思想 然后我也非常好玩的 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我在英国的时候 就跑去飞这个 飞机 非常好玩的 那时候我就学了 差不多半年 然后非常好玩的 就是圆了我一飞行的梦想嘛 然后我那时候就从英国 飞去法国 是非常一个好玩的 好玩的一个 经验 让我看了看世界 然后第二个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除了视野 跟思想上得到提升啊 然后我也知道 我自己的人生的态度 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对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怎么活这个人生啊 就是你要一直去了解自己 自己会改变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思想会改变 可是你要怎样 时时刻刻的 让自己 时时刻的足够了解自己 这是非常困难的 而我怎么做到 或者是怎么样 这样时时刻提醒自己呢 就是通过反思 然后 我也非常荣幸的参加了 这个 这个Dalai Lama的 那个 一个活动嘛 就是一年的一个 Fellowship 然后我怎样学到 就是 怎样通过反思 去了解自己的人生大方向 跟人生要怎么活 这非常好玩 然后我也认识了 非常多不同国家的 朋友 非常荣幸的 当然我还没有去到 这个 这个Event之前呢 我根本不知道 一个国家叫 一个非洲国家叫 Degambia 然后我去了过后 看到最右边那个 最后那个男生嘛 他是我在那边 最好的朋友 然后 我也非常荣幸的 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有一个非洲的朋友 他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我们时时刻刻 时常都会聊天 他也可以吃仓 我们都可以互相让自己 让各自的生活都会提升 互相分享 这也让我了解到 我的人生的态度 又要怎么样的活吧 对 然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的 就是 我们 非常的荣幸 那时候我们去到 我也第二次去美国 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我就去 怎么看世界 非常好玩的 我们上课的不一样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Happiness Bank 就是 那时候 长话短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我们 去那个学校 老师给了一个课题 一个难题 我们现在给你一堆纸啊 笔啊 跟一个江湖啊 你怎样 利用这有限的那个 有限的那个resource 你要怎样去帮助 外面的人 学校的人 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大学 然后他叫我们出去看世界 就是看那个大学 人啊 人之类的 然后发现到 那个时候我们出去 走出去的时候 发现到很多人的脸上 都愁眉苦脸 然后我上去跟他们聊天 聊天 发现到 哦原来他们现在要考试了 所以他们非常的 非常的压力 然后我就做了 想一想 哎我现在就有纸啊 笔啊 江湖啊 剪刀啊之类的话 怎么办 那我就做了一个 非常好玩的东西 叫Happiness Bank 所以左边的 你看到的就是 一个 如果有 你需要motivation 你需要鼓励 你就可以拿 里面都是写好的纸条 一些激励人的话 怎么让你开心的 笑话之类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 你开心的话 你可以 右边那个 你可以写一些东西 然后放回去 啊 啊 那个那个 那个纸带里面 所以更多人呢 可以去拿 然后非常好玩的 然后看到 我自己写的这个叫 You are amazing 之类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就做了 然后就连在不同 啊 那个学校 不同的角落 然后 几个礼拜后 发现到那个 校方跟我们联络啊 发现到很多人都 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结果 他就一直留在那边 我不知道到现在 还有没有 可是就是留了一段时间 我在的那个时候 都有继续留着 然后校方都建议 我们把它放在 更多的地方 对 然后这是我发现到 国外跟本地学到的东西 他们非常喜欢的 就是怎么去看 怎么去实践 这个东西 对 然后我们再接下去 我也非常荣幸的 就是 有机会到外国 看的世界 然后非常 荣幸的 我能圆了我的梦 就是让我去看MBA 对 我打不了篮球 我打不了经济篮球 我有机会去看MBA 那个是我 一个人生的 一个非常感恩的 一个时候吧 对 然后再接下去的话 跟你大家分享一些 打工的经验 我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我觉得读书 我反正我还有一些时间 为什么我们不要去 看看世界 去体验一下人生 所以我做了两份工 第一份就是 左边的那个 我就在Southhampton Football Club 就是足球馆 做waiter 所以有球赛的时候 我就会捧 popcorn 捧啤酒 这边走来走去 看有没有人要买 对 然后那是我的工作 然后右边的那个 是学校的打扫 清洁员工 所以我负责清理 一层楼的library 所以每天早上 五点到八点 我就要去打扫 需要 需要去清理 那个厕所 清理那个桌子 书要排好好之类的 所以这是我之前在英国的打工 然后我也非常开心的 我跟一群的朋友 做了一些网络创业 然后那时候我们做了这个手环 然后我们是五个朋友 一人出了五百块 然后我们就去做这个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会问我 为什么你会去做这个东西 读书不好好读 是不是 那时候我是跟朋友 是发现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我们抱着一个非常好玩的心态 因为对我们来讲 那个时候就是五百块买一个人 对我来讲 我觉得五百块可以让我 学到不同的经验 就算失败了又怎样 我至少学过到底怎样创业 创业是有什么难度 然后非常好玩的就是 一开始没有什么 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早期非常 前一两批在做这个东西 把它带进马来西亚的 这个组织吧 然后没有什么人做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赚了蛮多钱的 蛮好玩的 那时候我们还记得 就是一个情人节的时候 我们一个 我们有两百一十四对的 那个手环 我们在几分钟就把它卖掉了 那时候我就哇 哇我就觉得 哇我们真的是 marketing真的是 真的是有做到蛮不错的 可是结果最后 两年过后我们发现到 哎呀 每个人都进来 因为太容易学了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 转我们的那个商业模式 然后结果最后 这个东西就失败了 所以这个公司倒了 可是从这个中当中 我们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其中几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很多时候你就是要 踏出那一步 当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你不会知道 到底结果是怎样 你要踏出那一步 你才可以有机会 看到那个结果 不管是好坏 然后第二个就是 很多时候都是一群朋友 去努力 然后要去想 然后就算你要踏出那步 你也需要一些构思吧 就像我们那214对啊之类的 当你在努力的时候 你要想要往上好 当你在上面的时候 你要想着 要有时候会下来 你要怎样应对 然后第三个点就是 不同的商业模式 要怎样 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了 我们也不知道 要怎样转啊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砸钱去 我们砸到我们所赚的钱 就砸回去 就OK我们要怎样 做更多不同的 类型的款式啊之类的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自己 第三个点讲的说 也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 然后进一步的去学习 对就是这三个点 让我发现到 原来这么好玩的 所以我把它当成 是一个project去再做 对 然后网络创业嘛 然后我们现在讲到 网络世代 这样到底现在的年轻人 到底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劣势呢 其实 这样我们先说优势吧 第一个点 我们现在处在的就是 我们现在 在网络 什么东西 我只要click Google search 知识性可出现非常高 你想要懂到底 Dinosaur 到底是几十 恐龙几十灭居啊 什么的 你以前就不用去图书馆 以前要去图书馆嘛 现在你只要上网找一下 就可以找到了 第一点 然后第二个点 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网络 你也可以你的人际圈 越来越大 你可以通过不同 Facebook group啊 你的不同的Instagram啊 Page啊 之类之类的 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人 那些人 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帮助你 对 然后还有第三个点 网络造就了 凡事皆有可能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发现到 大家应该也知道吧 就很多东西 哇 这样子可能吗 做这样子做都会红啊 哇 他就红了 为什么呢 也不是说他 他就是因为 幸运啊之类的 可是他了解 到底这个网络时代 到底人需要什么东西 对 然后劣势又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的资讯啊 你会沉迷 你会失控 你会迷失在这个里面的方向 我们讲一讲沉迷吧 就是很多时候 会去打game啊 很多时候你就会 看戏啊之类的 也不是讲看戏 打game不好 因为我以前也是打game 也是去看戏 事实的放松 是非常好的 有助于 调解你的身心灵吧 我觉得是个好事 然后 只是不要迷失 不要失控 不要迷失方向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因为我们太多的机会啊 很多时候你就会不知道 哪一个是我应该去的 然后结果 你最后都没有做了 你就是沿梯踏步 因为你不懂要去哪里 所以你结果 因为资讯太混乱 所以你变得走走走走 走完了 哎呀太多了 不要做了 我们就继续沿梯踏步 这是非常不鼓励的 对 然后我们再继续的话 就是 讲到这个 跟大家分享多一个非常 我的一个习惯吧 就是正面跟静坐 对我来讲 我的人生 离不开正面跟静坐 静坐是我 当我在 在教了这个 达赖喇嘛 fellowship的时候 学到的一个东西 然后怎么说呢 正面 就是positive mindset 很多时候 我会跟自己说 反世界有可能 一定可以 只要我努力 我就有机会 不管成功与否 我都是向前 前进了 然后静坐呢 又是什么东西 很多时候啊 我们在外国跟在马来西亚 说静坐的东西 也是非常不一样 在外国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 OK 就是大家都可以认可的 可是回到马来西亚 当你跟不同族群的人 说静坐的时候 大家会把 把他跟那个 怎么说 把他跟 种族 把他跟那个宗教 扯上关联 其实对我来讲呢 静坐就是一个 让你自己 了解自己 自己更加有更高的 了解自己的一个态度吧 一个习惯 跟一个运动 一个活动 从通过静坐 我学到了什么东西 一 我会更加的平静 当我在 有什么紧急 想要 很 很 stress的情况下 我可以更好地处理 然后第二点 我更加了解自己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 可以看到自己 我非常的stress 我非常的 冷静 我什么时候可以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到底什么情 我到底想要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 这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第三个点 我想跟大家说的 静坐怎么办 静坐对我来讲的 就是 让我知道 让我 是一个让我非常 解压的一个方法吧 就是 每天晚上 我自己做的是 每天早上 跟每天晚上 十分钟 静坐 就算你不要 静坐 不要坐住 不要像我这样子 坐住 你也可以躺着 就 呼吸 就 对着自己的 就是 把那个 那个focus 对着你自己的呼吸 知道自己去数 你的呼吸 这样可以让你 自己解压 这是我自己做的 也非常 非常开心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 大家继续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尝试 然后 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觉得就是 到底年轻人是要什么 就 希望也不是太老吧 就是 讲这句话 年轻人是要什么 就这也跟自己说的 就是 年轻人要有的 就是 生活习惯 跟学习心态 然后第一个点 就是好奇心 我们从头到尾 讲到的 就是 要上大学 知识 你就要对不同领域 一定要好奇 第一点 就是你这个好奇心 然后第二个点 反思 你需要去检视你的行动 去反思 然后怎么说呢 很多时候你可以 对我来讲 我是写日记 然后你可以通过思考 有些人冲凉的时候 特别有 那个想象空间 可以去反思 去做 对大家都非常 对你的身心灵发展 都非常好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 知道自己的方向 这个第三个点 我觉得 当你知道 你足够好奇 去射出不同 探讨不同领域 然后你一直反思的过后 你就会大概知道 我想要去的方向 是哪里 我到底哪里有兴趣 我到底觉得 我在哪里 会做出最大的价值 这是第三个点 就是你的方向 对 然后 我觉得 想要跟大家 总结的就是 反思 就是对自己负责任 从改变自己开始 在足够了解 自己和环境的前提下 对自己的理想生活 对自己的理想生活 跟自己想要去的方向 负责任 然后我也想要跟大家 分享的一个 一句 一句 一句话 是一个 古代的一个 怎么说 就是一个思想家 叫如米 他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 昨天 我非常的 我非常的聪明 我想要改变世界 今天 我非常的治瑞 我想要改变自己 怎么改变自己呢 我相信是从通过反思 开始对自己的负责任 才可以从自己 从改变自己开始 然后成为自己 每个人的 Superhero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Nelson 黄家俊 谢谢你 从这边呢 我可以听到 黄家俊 他真的很想 为身边人去做事 就像这个 超级英雄 那样子 他 不会说 我要拿回多少 他就只有 奉献 也因为这样子 而获得了 Diana 国际奖 这个部分 这个是 不用质疑的 那 有很多东西 从他的身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不用等到长大才做 而是 我有什么能力 我就做 再从他讲学 讲学经身上呢 可以看到他是资助人 然后呢 可以看到他跟人家 分享这种快乐 所以这种快乐呢 是不用等待的 所以形上这一回事呢 最关键的是什么 行动 OK 然后呢 我们是 我这样子来认为呢 是黄家俊呢 真的是一个Z时代的代表 什么是Z时代的代表 就是 他们一出生 或者是在他们的小学到中学的时候呢 是一个网络很普及的年代 他们的父母 可以告诉他 很多很多有关于 Internet 所发生的事情 国际上所发生的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他 从这一方面的成长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高度的同理心 他知道中学生缺乏什么东西 他想尽办法带着团队 提供奖学经也好 提供奖座也好 他高同理心 高行动力 不管有什么办法 他都要到达 都要去做到 还有上一串联 把不同的人 把它串在一起 然后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种使命 我觉得说 他真的是一个Z时代的代表 然后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 来 我们来问提时间 好不好 那很多人都会 很想要了解 因为HPM呢 多几天 成绩是翻版的 大家都会问 怎么样申请奖学金 如果他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位 等JPJ直接来给他奖学金以外 那 JPJ给他奖学金 那他有没有什么奖学金 是他可以申请的 那也是出国留学 是不是时候 这个时候 还可以获得奖学金吗 然后呢 也要请问一下 你也是在疫情底下 上课 在网络上上课 到底 如果读大学 他这几年的时间 都在网络上上课 值得吗 来 家军 谢谢 谢谢卢老师 有问题啊 谢谢大家 首先呢 我觉得就是 先祝福大家 希望你们在6月10号的时候 都可以得到自己 如愿以偿 自己 所想要的成绩 就你们 希望你们的努力 没有白费 对 然后 让我跟你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如何申请SEM的奖学金 然后出国留学的奖学金 我觉得 第一点 当然很多website都会有 当你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去寻找 OK 很多时候 website都会有你搭 SBM Scholarship 就一通一link就会跳出来 可是到底哪一个 到底你想要找怎样的奖学金 你想要读什么科系啊 因为每个奖学金给的东西不一样 有些什么科系都给 有些只有特定的科系 特定的学校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要懂的就是 你到底想要读什么 想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 至少 要至少一个概念 然后才去寻找类似的奖学金 然后第一点怎么样申请呢 我觉得 大致上都是一样 第一关就是要填写那个表格嘛 然后填写表格的时候 就会有问你 一段为什么你要这个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怎样帮助你 这个就是你之前所构思 所想的大概的那个内容 为什么你要读这个科系啊什么 这些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你就要写进去啊 所以这个 大家那个奖学金的那个 呃 他们就会通过这个看了 才可以知道这个学生 我们应不应该拿 应不应该让他去下一个stage 对 然后出国的奖学金 也是一样类似 呃 可是出国奖学金 现在SPM嘛 你要通过一个preview 就是要去读一个大学先修班 所以啊 很大程度上 现在都是先读大学先修班 奖学金都是给到大学先修班 然后从大学先修班 再申请多一轮 拿到那个大学的奖学金 可是有一些奖学金 也是从SPM的 就像我所得到的是 可以去找一下 就是啊 我等一下会把这个方令 放在啊 这个chat吧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啊 奖学金就是啊 他们是帮助SPM过后 你就会申请了 然后申请到了 你就直接保送 all the way到大学 一眼 对 所以啊 这个你们可以去研究 去看看 然后我觉得很大的 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要有高行动力吧 就是奖学金啊 他们的那个开根关的那个period application period 非常的短 最多就是 30天 20天这样子 半个月这样 然后半个月一个月 所以 要高行动力啊 就要 看到就要快点去找 找到了 就要找一个list出来 ok我想要apply这些 这些这些 然后就要去看 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就要去apply 不可以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才要 想要去apply 那个就太慢了 然后 下一个问题就是 疫情下 网课迟不值得 到底应不应该 上一下这个大学 我觉得 网课这个东西 在疫情 疫情 网课已经 在以前 几年前都已经开始流行了 疫情只是把这个 只是逼我们利用网课 所以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就算疫情后啊 很大程度上 大学跟学校 都会采用一些网课类似的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可以 节省他们的成本 然后也可以节省 大家 不需要去到 别的国家 去学 更好的知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对 两方面都有好处 所以值不值得上 当然我觉得 第一个点就是 你要去了解 到底你想要什么 你读了这个科系 你没有兴趣 你觉得 你要懂 那个点 不同不同的 他讲的那个科 到底不同不同的 不同不同的 course里面的topic 到底你有没有兴趣 你有没有想要了解 如果有兴趣 想要了解 那个诗字上面 老师教的东西也不错 你看的review 都很好 去吧 我觉得 网课是以后的 一个趋势 就是 我们很难 我们会慢慢的 去接受网课这个东西 然后 互联网的普及化 会让我们更有机会 体验 从网上体验到 我们以前要在 线下可以体验到的 大学生活 好 非常好 我相信学生应该 同学们应该 或多或少 可以收到这一方面的讯息 那那个 Nelson 你要不先把你的 那个讲学金的部分 先把它放到 checkbox这边来 可以 那接下来呢 就想问 因为projectED呢 它是属于一个 非盈利组织 一定很多人想要了解的 就是一个 它到底是怎么样操作的 是不是说 一定要 我要帮助人 我一定要成立 一个 NGO组织呢 还是我可以 part在别人的 NGO组织那一边 或者是 企业那一边去做 因为我所知道的是 现在有很多的企业 都有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那个企业社会责任 是否 它一定要申请 还是它可以part在别人那一边 非常好的问题 我刚刚把 那个不同一些 讲学金的那个 名字都打进去了 就可以google Google page 就可以找到那些 讲学金了 OK 然后 然后希望大家 顺利可以找到 自己想要的 讲学金 顺利上大学 然后至于这个问题 请问 非盈利组织的 运作模式是怎样的 对 卢老师 你说得非常好 就是很多 很多公司都会有社会承认 就是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非盈利组织是另外一种模式 就是 非盈利 当然就是 你赚到的钱 需要 帮回那个组织里面 需要 帮助那个组织 就好像 如果我做 如果我 project ad 我们卖衣服 之类 赚到一笔钱 那个钱 不可以拿来给 dividend 不可以分红 而是 要把它放进 这个组织的资金里面 然后再 帮助更多不同的人 然后 非盈利组织 想要更了解的话 其实有 非盈利组织 我们申请是通过 Registry of Society 这是马来西亚的 那个 那个申请机构 然后可以上去申请 然后 非盈利组织的话 运作模式就是 你需要 去 知道你自己的objective 你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非盈利组织 有一些人是 帮助别人 有些是 environment 有一些是 有些是 Sports and Society 篮球会馆 或福建会馆 那些都是 非盈利组织 然后 到底 有一些人会问 到底 非盈利组织的 这些 leader 这些做工的人 有没有赚钱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 不同不同 然后 project 我们全部人是义务的 没有赚钱的 然后我们全部 得到的钱 会放回 我们的资金 也有人是做 富炭的 所以他们领着一些 比较 微薄的薪水 就是OK的薪水 让他们可以得以生存 然后他们可以 富炭做这个 非盈利组织 然后 然后他们是不会得到 分红之类的 这个也是OK的 可是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比较反面的 就是也有人 为了 牟利 设立 非盈利组织 所以他们就是想要 通过非盈利组织 得到 善款 然后把自己的薪水 提到非常的高 一个月 设计 20千 然后很大程度的钱 都已经变成 自己的薪水 这个是一个方法 所以当你们 要捐款 还是想要帮助 的时候 需要去了解 到底他们有没有 在做东西 他们在做些什么东西 而不是义务的 看到他们是NGO 我们就捐拉 捐拉 这样子 非常好 这个也是我们 现在社会组织里面 常常会 盗用别人的良心 所以同学们 可以去了解 家长也可以去了解 好 想问一下 是什么的行动 是什么的动力 让你继续下去 不管是读书也好 做project ad也好 你每一次完成 一样任务 都至少一个 两年的时间 是什么动力 让你去做 我觉得吧 这个 什么动力 我觉得人生只活一次 很多时候 你就是不要后悔 就是当你有一个 想法的时候 你真的那么想 它成真的时候 就去做吧 不管它成功与否 就去做吧 对 然后很多时候 我也是会觉得 很累啊 不要这样 不是我们不是圣人 我们不要讲 因为我每天 都是非常有动力 去做 当然不是 当你做到你 当然人家 reject你的时候 你当然就 灰心啊 不想做 可是到底是什么 动力真的让我 坚持下去 在project ad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那些学生们 的那个微笑 的满足 的那个 学到的那个 感激 感恩之心吧 让我真的 非常有动力 他们让我 得到满足感 对 所以就好像我刚刚 跟大家分享的 那个 那个 沙浪 沙浪 一个小时 那个小故事 跟另外一个 就是我的奖学金得主 第一个奖学金得主 他得到了 他过后 就可以努力地去上大学 他就不用 不用再担心 不用再错学 所以那个 那个都是 让我非常有满足感 就一个 一个心理上 得到一个满足感 让我觉得 我做的东西 我的汗水 都有结果 是 好 以你的经历来看 你今年才25岁 什么样特质呢 是很重要的 可以支持你走到今天 这个非常的好 这个问题 什么特质是最重要 可以支持我走到今天 我觉得 就像我们今天的整个主题吧 就是反思 我觉得 很大程度上 当你有一些 当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 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特别的 这是我一定要讲 可是 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 得到同样的结果 反思得到结果 那个差别就是 有没有去反思吧 对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去 去怎么说 就是去台湾旅行 或者是去法国旅行 可是 你会看到一些人 旅行完了 过后回来 我那个名牌商店是怎样 之类之类 那个是他们的反思 有些人是 我在那边体验到的不同的 看到他们不同人生 是怎样在活 那边的人是怎样 那边的人是怎样 那又是不同的反思 所以什么造就不一样的 这个结果呢 这个经验呢 就是反思 对 你可能会 同样的经验 就是去台湾 可是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就是因为你们 不同的反思 不可以说 哪个对哪个不错 可是 就是要有反思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支持到我 走到今天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对 是 是真的 那 还有一个同学在问 是创业跟竹梦 这个过程 创意是不是很重要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创意 在很大时候 不只是在创业跟竹梦 我觉得在每个人 每个大大小小的生活当中 都非常重要 创意 为什么我们人类 跟别的动物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有思想 思想就可以有创意 所以很多时候就 我们会创造出一些 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你 因为经过小小的 这种小创意 你折了一些东西 发现到 哇 天才 我就是厉害 我可以 就是我的小创意 做出这些东西 你就很骄傲 很有满足感 这些都是小创意 但我觉得 当然创业和竹梦过程 当然需要 都非常重要 创意 可是从 在那之前 想 有没有办法想想 因为我怎么 在我的小小的生活当中 在我的生活当中 就用创意 让我的生活 过得更便利 更加高效 更加开心 这样子的话 是可以进一步 进一步的提高你自己的创意 然后可能就在你未来 想要创意 或者是竹梦的时候 当然这就会变得 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对 是 那想问一下 因为现在COVID是时候 很多时候是 领一份薪水 已经没办法生存的时候 那很多人开始要做副业 那也有 很多单位都是说 来鼓励你创业 那到底创业难吗 因为你曾经创业过 那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创业难吗 可以 我觉得 创业非常难 其实 可是坚持更难 就很多时候 想要创业的那个 点子非常的容易 你想要有那个创业的点子 非常的容易 可是 你 继续坚持 那份动力 你踏出那一步 跟你继续走那一步 走完的那个 那个能力 那个才是最难的 所以其实怎么说 就是 有点子 很简单 每个人都有很多点子 可是 怎样实践那个点子 然后再把它 继续扩大 那个才是最难的 所以怎么说 创业是非常难的 可是 怎么说 难的话 就会好玩 所以 怎么让你在难的 因为如果太简单的时候 你想一下 如果你每天给你做 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二 你是不是觉得数据很简单 很显 可是如果当你越来越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有挑战性 所以我每天 想要去突破 所以这样子 你才会继续努力 然后你会得到 那个满足感 对 我也觉得说 创业虽然很难 可是一个人脑袋 是不够的 也许他需要朋友 他是要找 志同道格的人 然后呢 才能够一起 共患难 然后一起去竹梦 对不对 很难 当然 当然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很多人都说 成功啊 成功要具备什么条件 那你觉得 你本身对成功这个东西 成功这个定义 是什么 非常好的问题 如果你这句话 这个问题 在问 当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你问我 跟现在问我 答案会是截然不同 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当你如果问我 在要上大学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成功就是 驾名车啊 然后得到好的 爬上那个职业的高点啊 赚多多钱啊 让我父母跟家人啊 都过上很好的生活啊 那个会是我的答案 老实说 可是当你现在问我吧 我觉得当我看了 不同的视角 视野 扩广了一些些 现在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成功的定义就是 怎样以我自己 的能力 去创造价值 让别人 跟我自己 都得到开心 跟满足感 怎么说 这个可以放在 哎 我想要创造一些 好像project ad 我也可以 放在跟我家人 出去吃一顿饭 啊 或者是煮一顿饭 给我家人吃 怎么说 我用我自己会自己的价值 去创造我家人的开心 跟满足感 那东西不大 可是对我来讲 那个是成功 那个是 那个是一个 一份心意吧 对 所以对我来讲 成功的定义就是 用自己所有的那个知识 我的资料 跟我的 怎么说 我有的价值吧 去创造 开心 跟帮助大家 对 是 的确的 那 你有失落的时候吗 你怎么样面对 有什么好方法 你可以建议给大家 这个非常好 我觉得 好问题 我觉得 我失落的方式之后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哭啊 没有什么 是哭解决不了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从小到大 因为我是独生子 就是我唯一一个孩子 所以 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说啊 所以爸爸妈妈骂我的时候啊 不听话的时候啊 我觉得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哭 哭 哭到我累到睡着了 肯定醒来就好了 对 这是我的方法吧 然后 我也会去打篮球 对 让我自己去反思 去想想 对 很好 谢谢你的建议 好 我们现在再看回 有一些朋友也在问 中学生和大学生 出来找工作 多数会遇到怎么样的问题 如果你打开报纸 每一天都会看到 这个社会上 都爱欺骗人啊 诱拐人啊 或者是让你走上歪路 这一部分都是 很多 不管是中学生也好 大学生也好 都会面对的 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呢 就是 现在目前的事业率那么高 我真的需要升学好一点吗 来 请你来 分享 好问题哦 这个 中大学生寻找工作是 什么问题 其实有很多很多 其实第一就是 我们刚刚毕业嘛 我们 不懂 职场生活上 到底是要怎样 所以有时候沟通上 会有一些问题啊 不小心得罪上司啊 之类不懂要怎样啊 这些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 积累嘛 然后 你需要碰一下 币啊 从中学习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就是 怎么说就是 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工啊 当你当你要毕业的时候 你就 盲目的去做一些 朋友介绍什么 就去做就去做就去做啊 然后 懵懵懂懂的 就过了你的二十 去到三十 然后你也不知道方向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在我们 马来西亚 其实就全世界青少年 开始要找工的时候 对 然后事业率高 为我需要升学吗 这个 我觉得问题非常好 问得非常好 我觉得 还是需要的 为什么啊 我觉得要看个人吧 我觉得 呃 我怎么说 为什么要升学 像我们刚刚所讨论到的嘛 就是升学 其实就是为了让你 吸收你在一个某个领域 你有兴趣的领域上的知识 对吗 所以 当你吸收到那个知识 你有那个技巧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通过那个技巧 让你得到就业的机会呢 啊 所以 失业率高 我需不需要升学 很大程度上 如果你去问大学的教授啊 什么 他们一定会跟你讲要 这样子你才可以找到 更好的薪水工作 对我来讲 我觉得答案是 你要懂 你要去哪个领域 然后知道自己 有什么技能 是你欠缺的 然后第三个点就是 你怎样 去 哪一个方法 是最直接可以让你得到这个技能 是上大学啊 还是去做实习啊 还是去 去 去上 去学 去继续做工 去找 实际上的工作经验 所以你要去了解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是不是上大学是最好的方法 对 然后总的来说 我觉得 是知识吧 多一点知识是不会有坏处的 多一点知识 会让你可以保持在领先的阶段 然后不会这么快被高失业力而影响 是 我相信你应该也有一些idea 是说不一定要 现在的大家都需要 很短的时间里面 拿到知识 或者是学历 那有一些人都不需要完成大学 他可能是网路上课 去参加一些short course之类的 有什么course 可以在网路上 可以看到的吗 可以啊 当然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中一个叫Coursera C-O-U-R-S-E-R-A 所以这个Coursera 这个东西是一个online的platform 可以让大家去学习一些短课 那些短课都是 世界著名大学的一些课程 然后很多时候都有奖学金 你可以去申请 很容易得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short course 它不是一个大学文凭 它是一个让你可以提升的一个管道 然后非常好 然后其实还有别的就是 如果你想要学programming 你对programming有兴趣 你可能不需要上四年的大学 你可能可以去bootcamp 就是好像啊 马来西亚有一个 一个bookcamp叫做forward school 它是一个槟城的机构 然后它可以让你学software engineering 学AI 学data science 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叫next academy 所以等一下我会把这几个名字打下来 大家可以去看看 都可以让你去学习这个bootcamp 对 就让你可以得到programming上的知识 然后三个月半年过后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工了 从做工再继续继续学习新的知识 对 那等待那个nelson把资料放上来的时候 我这边也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其实读大学不是一个 一定要在HPM过后马上去读 你如果不了解你自己 你可以先打工 你可以打工一年也好 打工两年也好 筹够了第一笔 第一年的费用 生活费 那你才去读 其实在读大学方面 不管是国内也好 国际也好 都有很多给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去读 那我曾经收到的学生是 曾经有30岁的时候 他还是想要去读大学 因为他10年里面 他找不到他自己 甚至他已经很了解了 说接下来我会很珍惜我的时间 为什么 我用了10年存了的钱 我希望4年里面 我可以无忧无力地去读完大学 其实读大学这一块领域呢 是你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去读的 所以给大家一个准备 就是说不用急急忙忙 在中学毕业以后就马上踏入大学 你不了解 你就可以再多做几份工 慢慢地做才来 好不好 好 真的很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博乐 或者找到自己的方向 如果再也没有方向 记得上网去找Project Ad 在Project Ad的网站底下 留下你的资料 我们这边一定有很多的大学生 有很多的朋友 可以协助你解决问题的 OK 那今天的问题 我觉得说大家都给了很多的 我觉得我们都给了很多的答案了 我相信大家如果能够再去回看的话 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 那我再问一下 有一位同学问 我希望我不在内向 到底这个内向能够被克服的吗 想问一下 这个好问题 我觉得内向 很多时候我们会 我们会包扬外向 贬低内向 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面 其实老实说 没有不好 而是应该知道在什么时候 我应该 适时地展现我外向那一部分 然后什么时候 我可以利用我的内向 对我来讲 我还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可是我知道 当我需要站出来的时候 我会变得外向 我会利用我需要 我学到的领导能力 我的沟通技巧 去做出一些外向的举动 就会找来 我们一起做一些东西之类的 一些凝聚力的东西吧 然后当我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需要反思的时候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内向的活动 我会 当我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我最喜欢做的东西 就是看书 去真正研究 看看一下什么类似的书都看 打球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都自己一个人打 到底内向不好吗 我觉得不然 我觉得OK啊 就我觉得是 不要太担心 内向是一个坏处 而是应该展现 在对的时候展现 那一个方面 是 非常好 我再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他们说 到底自信心 这个是心理的作用吗 自信是心理的作用来的吗 还是 它是可以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的 这个自信心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时候 在自信是 当你有足够了解自己 当你足够自己懂 自己有什么技巧的时候 自信就来 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打篮球 对篮球 或者是OK 当你是一个篮球迷 当人家在讲到篮球的课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有自信 这个东西我懂 你就会很有自信的去讲 当你在讲到足球的时候 哎呦 惨哦 什么都不会 人家在讲足球的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会比较 没有这样自信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不需要懂完全世界的东西 可是 有兴趣的去了解 去尝试去了解 那些你有兴趣的东西 那样会慢慢的 扩展你的自信心 然后当你了解 更多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80%的东西 你都可以cover 你这个时候 你就会很有自信 你讲话的时候 就会非常有 会坦然 很OK的去跟人家沟通 就算有一些东西 你不懂 你也可以有办法克服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东西 都可以cover得到 对 所以从来说 自信心是建立在 你的技巧 你的知识 的积累上面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讲得很好 然后我这边做一个 再总结一下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 黄家俊同朋友 这个 他真的是打破框架 他跳脱他 传统的思维 还有他的想法 他就是要去做 他这个真的是 高行动力的人 那我真的 悠心地祝福 黄家俊 未来的路 或者是未来 不是梦想 也不是事业 而是自业 尤其是你在想要为 教育这个领域 马来西亚教育 这个领域上付出 我相信 再多几年 我应该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黄家俊 谢谢路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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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分享 先到这边 然后呢 我把它交给 交回给小薇老师 小薇老师有请 好 非常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两位 我们辛苦了 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卢老师 然后我们也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的这个 黄家俊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满满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很多很大的这个能量 感觉到你很兴奋 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从小到现在 感觉你的生活 都很精彩 而这个精彩 是来自就是 心里面有很多的 我觉得那个爱 是 你从爱你的家人 社群到现在 想要爱这个社会 是这个部分 然后想要把你自己心里面 从小得到的满满的爱 再散发出来 给更多的人 非常感谢 感谢今天 Nelson黄家俊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 非常感动 那各位朋友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在海报上面 我们看到了就是 我们下一期 我们会请来 另外一位朋友 吕德网路漫画家 就是他在德国 那他是一位牧师 可是呢 他用漫画 去 要去谈 他的人生路 那他用漫画 去影响 好多好多人 这位牧师 那我们下个月 7月7号 那晚上同样 8点时间呢 我们会跟大家 再见面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 再一次要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 所有的朋友 就是特别要谢谢 我们的这个赞助商 Extra by TBM 这一家 75年历史的 这个家电企业 我们也要非常谢谢 我们的携帮单位 马来西亚 台湾教育文化协会 然后谢谢媒体 就是The Interview 还有这个梦翔中学 然后谢谢 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从我们的 Nelson黄家军 一直听到的 Project Ad Project Ad OK 今天真的是拿到 满满的干货 大家拿到了这些资料 记得记得 要赶快在那个 我们的Chat Room里面 就是把它就是记下来 那各位就是网络上面的 就是面子书上面的朋友 也不要担心 一会儿呢 我们把它抽到 我们的这个面子书去 那欢迎大家 就是在那边去 索取这样的一个资料 那我们之后呢 也要谢谢 就是我们全国 有很多所的独中 华中 国中 跟我们一起来 今天做这一场联播 让很多很多的 这个朋友 可以在全国各地 透过他们的网练子书 可以一起跟Nelson学习 今天晚上再一次 谢谢Nelson黄家军 今天满满的这个分享 也谢谢我们卢老师 我们下个月 7月7号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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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才cost purpose 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